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冯小刚电影 赵丽颖迪丽热霸 在VG电影界 冯小刚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导演 他以其独特的冯氏风格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成为了国内电影市场的票房保证 而赵丽颖和迪丽热霸 作为当下炙手可热的两位年轻演员 各自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和出色的演技 当这两位演员与冯小刚导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时 不禁让人期待他们之间能够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冯小刚的电影风格以喜剧和荒诞主义为主 他擅长用幽默诙谐的方式揭露和批判社会现象和人性弱点 在他的电影中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典型的角色和场景 如北、京胡同、市井小民、官、厂监商等 这些元素都充满了浓厚的北方精味 冯小刚的电影语言也极具特色 充满了北、京方言和礼语 使得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一种亲切和熟悉 赵丽颖和迪丽热巴作为两位年轻演员 各自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演技 赵丽颖以其甜美的外貌和扎实的演技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她在多部电视剧中的表现都备受好评 而迪丽热巴则以其抑郁风情的外貌和出色的演技 成为了新生代演员中的佼佼者 两位演员在演技和形象上都有着很高的可塑性 这也使得他们与冯小刚导演的合作更加令人期待 假设赵丽颖和迪丽热巴有机会出演冯小刚的电影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在一个充满荒诞和幽默的故事中 两位演员分别饰演两个性格迥异的角色 赵丽颖饰演的是一个天真善良 略带点傻气的女孩 她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 总能保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而迪丽热巴则饰演一个聪明伶俐 有些叛逆的女孩 她善于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去解决问题 两个女孩在故事中相遇、相知、相争 最终共同成长和进步 在这样的故事中 冯小刚导演可以充分发挥她的喜剧和荒诞主义风格 通过两个女孩的经历和成长来反映社会现象和人性弱点 她可以用幽默诙谐的方式去揭露和批判一些社会现象 如观、常腐败、贫富差距等 同时 她也可以通过两个女孩之间的友谊和爱情 来展现人性的美好和温暖 当然 赵丽颖和迪丽热巴在冯小刚的电影中的具体表现 还需要导演和演员的共同努力 冯小刚导演需要充分发挥她的导演才华和创意 为两位演员创造出适合他们的角色和故事情节 而赵丽颖和迪丽热巴也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演技和表现力 将角色塑造的生动、立体、有深度 总之 冯小刚电影与赵丽颖、迪丽热巴的潜在合作充满了无限可能 我们期待这样的合作能够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让观众在欢笑和泪水中感受到电影艺术的魅力和力量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